中國大陸首艘電磁彈射的航空母艦 福建艦亮相了 殲-15T、殲-35與空頸-600 完成首次彈射起飛與卓艦 艦載機的效率大幅提升 作戰半徑也大幅延伸 這是否象徵著中國大陸海軍航空兵 正從近海防禦向遠海制衡的戰略轉型呢?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施小偉的軍武大觀 我是施小偉 每週二晚上八點 請螢幕前的各位觀眾朋友 為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開小鈴鐺 這張阿邦到內啊 好 福建號航空母艦 同時完成多型的艦載機 包含殲-15T、殲-35、空頸-600的電磁彈射 意味著什麼樣的戰略層面的改變 好 當然這三款的艦載機 在福建號上完成彈射 這應該是福建號在試航的這個階段 所進行的這樣一個測試作業 它也順利的完成了 能夠讓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福建號 同時能夠具備這三款艦載機操作 當然很大一個原因跟意義 在於就是說中國大陸 它今天從原本的滑跳式的飛行甲板 進化到這種全屏通的飛行甲板 因為全屏通的飛行甲板 跟它前面還是具備滑跳的甲板的部分 航空母艦在運用上它的差異非常的大 首先當然第一 全屏通的飛行甲板 讓今天航空母艦在作業的時候 可以放置更多的這種妥善機 也就是說它整體搭載飛機的數量 會比滑跳型的航空母艦數量更大 因為以美國海軍作業的這樣一個經驗 美國海軍會把前飛行甲板 一號二號彈射器的部分 它把它作為停機瓶使用 然後在飛機開始彈射的過程中 可能逐步開放一號二號 或最後一號二號一起開放 然後加快彈射的速率 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也就是當你航空母艦配備彈射器 也就代表今天航空母艦可以藉由彈射器的幫助 讓你的飛機在離開飛行甲板的那一瞬間 得到一個起飛速度 也就是說它能夠得到一個穩定起飛 並且爬升的速度 這個對於艦載機來講是非常重要 因為過去你看山東號跟遼寧號來說 它靠滑跳的方式 當它離開甲板的這個瞬間 的確它也達到一個正上升率 而且這個上升率是可以維持它爬升的 但是但是 畢竟就是說它必須要考量到它的油料或彈藥 它必須要折衣 然後讓戰機在爬升 離開航空母艦甲板的版面的時候 這時候的速度其實還要依靠 因為藉由滑跳甲板所帶來的向量改變 讓這個飛機能夠具備好正的爬升率 但是如果你今天換成了這個彈射器 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 今天彈射器 不管你是傳統的一壓彈射 或是火藥彈射 或是你看到在電磁彈射前 最好普遍使用的蒸汽彈射 它最大的意義就在於 就是說飛機在離開甲板板面的時候 能夠得到一個穩定爬升的正爬升率 也就是說 飛機在離開航空母艦甲板的這一瞬間 它的飛機是可以維持爬升的 這個時候它飛機就不會墜海 而且如果依照它攜帶的彈藥 跟油量如果都充足到滿 彈射器還可以在彈射器尾端 讓它達到一個正爬升率的 這個飛行速率的話 那代表今天它本身 可以讓油料跟彈藥都攜帶的非常充足 那在這個情況下 山東號跟遼寧號 兩艘航空母艦艦艦艦艦機 可能第一面臨作戰範圍 會因為滑跳起飛 導致油量沒有辦法完全滿裝 另外還有可能一個原因 就是它可能油料裝滿 但是它的機載彈藥 會受到一些限制 但是這些限制未來在福建艦上 的確就完全解封了 也就是說福建號未來所搭載的 這個艦載機連隊 包含了這個殲-15T 殲-15的彈射型 殲-35的彈射型 也就是從艦上起飛行 它基本上可以形成一個 第四代跟第五代戰機的 一個聯合作業 另外空警600的引進 對於福建艦 和過去的山東艦跟遼寧艦 最大的差異就是 它本身指揮作戰管制的能量 會大幅增加 因為像現在山東艦 跟遼寧艦兩��艦航空母艦 它的空中預警機 還是使用卡莫夫的 艦載的預警直升機 它所能夠進行的預警的數量 管制的數量 以及它本身直升機在空中 能夠滯空的這個時間 都沒有辦法跟空警600相比 所以空警600在空中 第一除了依照它本身機上的 提供的主動向威陣列雷達 能夠提供更遠距離的征收之外 空警600本身這個載台 它其實可以比卡莫夫的直升機 在空中停留的時間更長 所以也就是說 未來解放軍的海軍作戰 由航空母艦 以及搭配完整的艦載機的航空旅 在上面以後 其實可以說是建構了一個 完整的遠洋海軍 所最必須要的一個 攻勢的拳頭中的這樣一個部分 所以也代表未來 福建艦 還未來在完成初始戰備 跟全戰備的測試以後 它在西太平洋地區 基本上它的效能 可以跟過去一艘 美國海軍的尼米茲級航空母艦 可以算是對比的 過去你說山東號跟遼寧號 我有兩艘船 我也有很多艦載機 但是畢竟它的這個艦載機的起飛的頻率 跟它的這個卡莫夫 預警直升機 所能夠管制的這樣一個空域 跟管制能量 讓它其實這兩艘航空母艦 如果應對到美國海軍的尼米茲級的航空母艦 而且像以美國海軍 現在進出在日本的華盛頓號 上面的艦載機流隊 其實已經佩附了F35的這個中隊來說的話 那這時候其實如果過去傳統的 遼寧號跟山東號應對到 喬治華盛頓號上面的 第五艦載機連隊的話 整體來講 美軍的這個艦載機連隊 作戰效能還是高過 這兩艘航空母艦 或是指山東號遼寧號的 但是有了福建艦 未來有了空警600 殲15T跟殲35 會把不對等的天秤把它板回來 這個的確隨著福建艦的服役 解放軍海軍在整個西太平洋地區 在艦載航空兵第一線的這樣一個隊員上 已經有了跟美國在這個區域中 可以算是相提並論的這樣的實力 在這個情況下 在這個海域中的平衡 還會產生哪一些威懾效果呢 主要還是要看未來中國大陸 它在於西太平洋地區 它本身的政策是什麼 也就是說它的國家策略跟國家威望 想要達到什麼樣一個程度 其實以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兵力來說 的確在這個區裡面 只有一艘喬治華盛頓航空母艦 但如果你整個太平洋艦隊來看的話 它的現役的五艘航空母艦來說 它已經有三個聯隊 配附F-35C戰機了 也就是說整體來講 美國海軍在這個區域中 除了艦載的F-35C之外 另外它前進步出到日本 左士堡港的提利波里 它上面也可以搭配到 至多20架的F-35B的戰機 也就是說美國在第一線 西太平洋的前沿 F-35C加上F-35B 其實至少能夠隨艦出海的 這個數量至少基本上就有達到 大概差不多30餘架左右 甚至數量還更多 這個時候其實如果說 以目前中國大陸的殲-35C 成長速度來看 短期之內 美國還是可以在這個區域保持一定程度的優勢 也就是說美國海軍的第五艦載機聯隊 搭配喬治華盛中央航空母艦 再加上迪利波以後搭配 在嚴國的陸戰隊的F-35B戰機 它在短期時間之內 數量還是好能夠超遠 但是隨著未來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艦載機的數量逐漸增多 以殲-35的彈射型來說 交際的數量逐漸增加以後 慢慢的數量會趕上美軍的F-35 甚至會超越美軍在這個區域中的F-35 那這個時候的確美國在這個區域裡面 軍事力量上來講 它原先所具備的優勢會慢慢慢慢抵銷 甚至於中國大陸 它可能隨著第四艘或第五艘航空母艦的服役 會讓好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地區 跟美軍抗衡的這樣一個力量來說 會逐步逐步超越西太平洋所部署的美軍 但是整體來講 美國海軍的太平洋艦隊 它是能夠配備五艘核動力航空母艦 也就是說它至少會有四個F-35C的中隊 在太平洋地區服役 以及再加上它其實在太平洋地區 包含像陸戰隊配備的F-35B的數量來講 大概還是不會比殲-35的彈射性要低 但是至少中國大陸在自己家門口 在西太平洋地區能夠和美軍抗衡的力量 的確在第一時間之內 絕對是已經超過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 短時間之內所能夠部署的這樣力量 這是一個事實 另外殲-15T為彈射起飛所做的結構改動 具體有哪些 因為其實以結構來講 你要應對彈射起飛的話 相對來說你的前機身要有所強化 當然由於過去我們看到 滑跳起飛的時候前進的過程中 也會因為它的向量改變 對於它的前機身跟鼻輪 有產生相當大的一個衝擊力 但是過去我們講到以蒸汽彈射來說的話 蒸汽彈射瞬間施給飛機的力量 大約是可以達到四個G左右 也就是說它這邊的結構 要比一般傳統的戰機 至少結構要有相當大的一個強化 例如我們今天以法國這個飆風戰機來說 飆風M是法國海軍的飆風艦載型 跟這個飆風C來講 它這個飆風M就比飆風C 大概要重了500公斤 你看光是像飆風M 它本身嚴格來講算是四代半的戰機 然後引它的這個大小 其實它比殲15T小上非常的多 但即便是如此 它都因為這個艦載機的改型 增加500公斤重 所以以殲15T這個飛機來說的話 它跟過去的傳統的殲11 它的重量會重的更多 但是主要它今天這個所謂的結構重量 會用於它這個本身的飛機 機比下方的鼻輪 還有包含前機身的量架的部分 都會需要因為彈射的關係 它都會有所強化去增加這個重量 所以嚴格來說 殲15T跟殲15滑跳型來說 它會再增加一點重要 就是說它的鼻輪 由於在彈射的時候 會要承受彈射器一個巨大的拉扯力量 所以它的鼻輪結構 甚至可能會比滑跳型要更為強化一些 透過彈射器的助推 當飛機起飛的時候 推它一把 但是你不要小看 這個推它一把的這樣一個力量 它就可以讓原本 要磁四或十二度的滑跳角度 它就完全把它推平了 而且它還可以藉由 這個推動的力量 讓殲屬戰機 甚至像空井600 它在離開 弗箭甲板的那一瞬間 能夠達到一個正爬升率 也就是說 甚至你可以看到 殲15也好 殲35也好 或空井600也好 它在離開甲板的時候 本身它飛機不會因為 底下失去支撐 然後向下略為沉降這個部分 像以美國海軍來說 美國海軍如果過重的這個艦載機 像過去的F14 它要重達7萬磅 即便是它在使用的最大的推力起飛 或者說是像F14BD型 它不用後燃器的最大軍用推力起飛的時候 它離開航空機的甲板的時候 是可以已經達到一個正爬升率 但是因為畢竟它輪下失去的支撐 還是會向甲板下方略為沉降一點 而且其實蒸汽彈射跟電子彈射 它們其實一個比較大的不同是在哪裡 就是蒸汽彈射氣缸軌道上 它到大概剩下最後8公尺到10公尺 這樣的距離之中 它蒸汽的推力其實已經耗盡了 在那個階段 艦載機基本上也是完全依靠前面蒸汽索 給它的助推的力量 讓它已經達到一個正爬升率 但是電磁彈射相對來說比較不一樣的是 由於它本身是一個電磁軌道 因此它的彈射縮在經過每一個 電磁軌道的部分 都可以藉由電磁軌道電流的強化 去強化它推進的力量 因此由電磁彈射彈射戰機 它並不會像蒸汽彈射可能在最後 大概十分之一的行程之中 得不到來自於彈射器的助推力量 它可以在離開彈射器的瞬間 依然能夠得到來自於彈射器的助推力 這個的確就可以讓它飛機裡面的油料 跟彈藥能夠裝到滿 而且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的夥伴加油機相對來說 就可以帶更多的油料 因為其實航空母艦降落並沒有那麼的簡單 也就是說它其實要經過非常熟練 而且即便是非常熟練 飛行員在降落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發生沒有辦法順利降落的 這樣的可能性 這個時候其實如果當它一次兩次沒有成功 尤其在惡劣天候下 是有可能發生這個狀況 這個時候它的夥伴加油機 就必須要扮演非常重要的這樣一個角色 因為當你戰機在低空 在進行進場程序的時候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耗油量的 所以你的確有可能兩次沒有降落成功 你飛機的存油就所剩無幾 這時候你就一定需要夥伴加油機 當然現在中國大陸的殲-15型戰機 也具備夥伴加油這樣的能力 它吸掛一個夥伴加油夾艙 就可以為它自己的夥伴的戰機 進行空中加油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未來殲-15戰機以及殲-35戰機 還有空警600配備到了福建艦以後 本身透過自己的油量跟彈藥的攜帶 可以讓它的性能獲得一個最大的發揮 這是事實 當然福建艦搭進空警600之後 航空母艦戰鬥群的指揮鏈 會產生如何改變的戰術態勢 我就必須說它其實會依照現有這個態勢 更加強化它的艦載機跟它的預警機之間 還有它本身具外攻擊的這樣的能力 因為以現在空警600 其實我相信已經可以導引他們 空射P-15或P-17 也就是說今天在作戰上來講 預警機它可以看得比殲-15 或是殲-35戰機要更遠 所以未來解放軍海軍的作戰的邏輯上來講 殲-15跟殲-35戰機都只會擔任炸彈卡車或飛彈卡車 特別是飛彈卡車的角色跟任務 為什麼呢?因為空警600 它上面的ISAR主動電子掃描雷達 它可以看得比殲-15或是殲-35戰機 更遠 也就是說它甚至可能在敵方的戰機 還沒有發現大陸的戰機或戰鬥群之前 就已經率先發現了對方 而要進行這種所謂視距外攻擊跟攔截 這個時候空警600 把它獲得到要攻擊的敵方目標資訊 透過資料鏈傳輸給殲-35或是殲-35 彈射型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兩架飛機就可以從他們機身發射 包含可能像霹雷-15、霹雷-17這種長射程 200甚至於400公里的飛彈 去攻擊200或400公里外的敵機 這個時候其實他們整個航空母艦作戰的 這樣一個範圍 比原本過去傳統的一個航空母艦 所謂CAT 戰鬥空中巡邏的範圍要更為增強 也就是說它可能已經把攔截敵機的距離 從原本大約150公里左右 迅速的藉由霹雷-15跟霹雷-17 能夠主動發射的這些飛彈 讓他們原本的戰鬥空中巡邏的範圍 超過了過去傳統的航空母艦作戰的 這樣的半径 這個也的確是你可以看到空頸600 未來浮役之後 藉由上面空空鏈路的鏈結 或甚至於透過Azer-B島的方式 會讓未來解放軍的海軍航空兵的戰機 甚至於有可能能夠使用 比霹雷-15射程要更長的飛彈的 這樣的可能性 當然福建艦與美軍的電磁彈射技術 如福特級的EMOS相比 在可靠性或初級率上 有哪些優勢或弱點 這些差異將如何影響 雙方在高強度衝突中的 持續作戰能力 這個題目 我將會在我們會員專屬影片中 為各位資深軍民回答 請訂閱頻道 加入會員 解鎖更多的軍武會員專屬影片 歡迎在我們下方留言 分享您的觀點 我們下週二晚上8點再見